字幕君 今日因霸凌李文而闹得沸沸扬扬的路纵 中国好声音于25日真实宣布停播 但停播的消息依旧无法平息大家怒火 今日自称是该节目前制作人的博主指出 曾有历届女冠军以1.3亿元台币埋下冠军头衔 更声称该名女冠军是大家很熟悉的名字 马上引起往我们的好奇心 试图找出该名女选手的身份 据悉历届女冠军包括张碧晨 辛韩明 善依晨 五颗月以及梁玉英 其中又以张碧晨和善依晨受到最多关注 张碧晨在出道前已在韩国发展多年 拥有圈内资源和影响力 善依晨则是因为富二代的身份 一度成了网友之一的对象 但有网友之一 该爆料可能只是为了蹭热度 让大家不要去掩盖了选手们的真实实力和付出 造成大家不必要的困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